中国共产党在选干嘛这方面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努力和实践 包括在这过程中不断的总结经验 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很规范的 很有成效的机制和规定 我本人除了熟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外 最近这二十年还经常有机会 同其他政党进行交流 我感觉在全世界的政党当中 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选干嘛 而且选得很科学 选得很准 包括选党大会的代表 花如此大的力气 把全党的优秀分子选出来 这种情况在外国政党那儿很少 甚至见不到 我是十九大的代表 也是二十大代表 我就从我这个代表的资格的获得 我深深感觉到来之不易 首先我所在的 我任职的单位的党组织的党员们 要对我有信任 要推荐我 而且对大多数人推荐我 如果推荐我的人少了 我这个代表肯定当不成 然后还要集中意见 还要报上级党组织去考察 去了解 然后还要选举 选举是各地区各方面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或者党的代表会进行选举 这个选举是差额的 差额的比例是不小的 我所在的中央国家机关 党代会选党代表 差额比例超过了15% 所以党代表的资格来之不易 那么至于 这届党代会要新选出的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 中央对他们的要求就更严 一定是优秀分子当中的 相对更优秀的分子 我当上候补委员之后 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19大之前 被当作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人选提名 候补委员人选提名 而又经过党组织考察的 居然有150多个人 最终没能够在大会上成为正式的候选人 就是成为正式候选人的 也是差额选举 也有很多同志 没能当选 这些同志 据我所知 有的我很熟悉 不是他们有多少问题 而是 优中选优 通过一系列科学的 有效的机制 把相对更优秀的同志 选出来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选出 让党和人民信赖的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